今天的主題 郭董事長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還有媒體的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習慧今天非常榮幸 應邀來參加及見證 國內票券集保結算交勾新制度 正式上線的啟用典禮 首先我要代表行政院 來祝福票券集保結算交勾新制度的運作 順利成功與日濟進 此外我也要特別來恭賀 台灣票券集中保險結算公司 從今天正式開業之後 紅塗大展 這個新制度及新公司的成立 不但象徵了國內票券金融市場 邁向一個崭新的紀元 也代表著政府與金融業界通力合作 不斷追求創新建構完善的票券交易 結算交割及保管制度 對於擴大國內票券交易的廣度 深度及安全有非常大的助力 許國人也要對財政部 中央銀行及所有參議規劃推動的相關單位 以及產業界的先進表達 由衷的感謝之意 國國票券市場 自民國六十年代開始運作以來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 已經成為提供工商業界 創作短期資金重要的廣道 三十多年來 短期票券發行量交易量 有顯著的成長 短期票券發行量 由民國六十五年的一百二十三億元 扣增到九十二年的七兆五千四百億元 成長約六百一十三倍 交易量由從九十七億元 扣增到四十八兆九千六百億元 成長超過五千倍 票券金融公司 則由民國六十五年的一家 扣增到目前的十四家 對於協助工商企業資金的籌措 調度可以說貢獻的卓注 阿扁總統所率領的行政團隊 非常重視經濟的發展 不但重視經濟拼經濟 而且也重視票券業的推動 總的來說可以區分為兩大步驟 第一步就是建立專法 第二步就是交易電子化 各位都瞭解過去 票券金融管理法完成立法之前 國國票券業的管理 是引用銀行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制定行政規則來管理 並沒有為票券業的管理制定專法 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九十年的三月份 行政院提出了 票券金融管理法草案 並且在九十二年六月立法院 支持完成立法程序 票券業的經濟管理 以及票券集中保管 結算交割的制度 才有了完整的法源依據 這是政府促使票券業 漸展發展的第一步 此次 在今天之前 票券市場的交易幾乎都是 由人工辦理的方式來結算交割 這樣的情況 對於我國票券業的進一步發展 產生了相當大的制約性 當我國逐步邁向全面資訊化的同時 如何配合電腦資訊科技的進步 健全保管結算及交割 以防度偽造變造及遺失被盜等問題 並提高票券交易的安全及效力 以因應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 已經成為票券業生存發展的當務之極 在2003年 全球經濟成長率的平均 應該在2.7%左右 那現在有一些預測 但是一般我們比較採納的確實在 今年204年經濟成長率會到3.9% 就是說去年的2.7%也會成長增加1.2% 同時我國的經濟成長 因為去年SARS的影響 我們是3.24% 就是影響了一季的經濟成長 那還有3.24% 那今年一般很多外國評比 都預期預測我們會超過盤數 甚至有超過盤數6這樣的預測 不過不管怎麼樣 應該 5%作為我們努力的目標 應該是樂觀的 藉這個機會 除了感謝大家對政府的支持 那各位在座的財經界 我現在也看到我們工商行進會 黃理事長 還有請貝理事長 因為燈光很強 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是 作文看不清楚的 作文都沒有看到 看不太清楚我也抱歉 不過我非常感謝大家 對行進的支持 我相信只要你們繼續努力 台灣的經濟發展一定能夠再創大風 謝謝大家祝大家健康 謝謝牛院長的聘請 林理事長 以及郭董事長上台 來為我們主持新智的啟用儀式 來掌聲歡迎各位貴賓 好 我們現在要請我們的貴賓們一起搬 好 我們的TUbit總經理Antonio Conner 好 一起上來 一起上來 然後我們請我們這個台上的貴賓 一起把你們的手放在我們的水晶球上面 來為這個歷史性的一刻做見證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請台下的貴賓還有媒體朋友們 和我們一起來倒數 五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票券幾保結算七日 眾事啟動 並且要恭喜台灣票券幾保結算 眾事開業 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來健康成立曲性的一刻 好 三 。